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ike lin 欢迎来到康视百科的家庭健身视频系列 今天讲的是胸部的拉伸 胸部的拉伸跟我们其他的拉伸一样 每个部位都是可以做3-4组 每组做15-30秒钟左右 今天我就介绍两个胸部拉伸的方法 第一个不需要任何器械 其实胸部的动作首先讲一下 拉伸胸部的动作不会是这样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伸展 拉伸这个是胸大肌 第一个动作很简单 收腹挺胸 把双手尽量往后敞开怀抱 这个自然就是在拉伸你的胸大肌 这样坚持大概30秒钟左右 这样做三组 这是第一种胸部的拉伸方法 第二种胸部的拉伸方法 你可以借助一个门框或者一个柱子 或者一个墙壁 靠在这里 手臂被弯曲 然后手是这样 手腕勾住 勾住这里 然后呢 走关节弯曲 慢慢慢慢往侧转 可以看到整块肌肉在被拉伸 然后坚持这个姿势呢 真的体会到肌肉的在被拉伸 有张力 这样坚持大概30秒钟左右 当然这是单侧的做法 每一侧呢都要做30秒 这样为一组 总共呢要做三到四组 这样有比较好的胸部的拉伸的效果 好的今天胸部的拉伸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